哈喽,放点联系的小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绝莲老师 我们要开始上课啦 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数学练习书 那么还没有正式上课之前呢,我们再来重温一次 在时间与时刻这一堂课呢,我们会学到这九样 OK,你们要记得一个小时,一小时 每走一个小时,它就是等于六十分钟 一个小时是六十分钟 半小时,半小时的意思呢,就是六十的一半 所以是三十分钟 两小时呢,你要记得我们一个小时,我们有六十分钟 两个小时就是有两个的六十 所以六十加六十,我们就会得到一百二十分钟 如果题目问你三个小时,就是有三个六十 所以六十加六十加六十,我们就会得到一百八十分钟 就是一次类推的意思 那么四个小时呢,就是有四个的六十咯 我们可以加,我们可以加,我们也可以成 除了小时,我们还会学到的是一天 你要记得一天,整天 OK,从现在早上到晚上,晚上到隔一天 一天,我们是有二十四小时 所以一天的一半 假设只是过了半天,就是二十四的一半 二十四的一半就是十二小时 两天 两天,它的做法跟小时是一样 你要记得,一天有二十四小时 两天,就是两个二十四 二十四加二十四,我们就会得到四十八 如果题目问你三天呢,就是三个二十四 二十四加二十四加二十四 如果是四天,就是四个二十四 我们可以加四次 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 或者我们直接拿二十四乘以四 也可以 那么除了小时和天呢 我们还会学到,如果我们的中面的纷争 纷争指向三 记得,这时候你的纷争呢 假设你的纷争是指着三的 你的纷争指着三 它代表的是十五分钟 那么这个十五分钟,我们也可以称为一刻 如果纷争指着六 不是十针哦,是分针 指着六,它代表的是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我们也可以称为半 如果分针指着九 代表的是四十五分钟 也可以说它是三刻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三个星期我们完成的练习 我们完成了C和D的部分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E解答以下问题 大家准备好了吗 翻得到这一面的练习吗 哦,烟病又迟到 大家翻到正面的练习了没 OK 那么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题 左图显示李先生必须到达公司的时刻 从他的家到公司的路程 需花四十五分钟 来圈起来这个四十五分钟 从家里,就比如好像家里到学校 OK,妈妈载你去从家里到学校 整个路程需要花四十五分钟 那么你可能你可以迟到的吗 不可以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预算好那个时间 我们就要算 到底这位李先生 他在没有迟到的情况之下 他必须最迟要在什么时刻从他的家出发 所以呢,这时候呢 来大家一起看荧幕 我就会画一个时钟 大家来看时钟 我们有十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一 大家来看这个时钟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模拟钟 我们画出这个数字钟上面的时间是几点呢 数字钟上面的时间是九点半 对不对 我们先画出九点半 我的分针要指着六 我的时针指着九 这个是模拟钟 所以现在我最迟九点半 我必须要抵达公司 整个路程是花四十五分钟 所以我要算回去 我要算回去 我要在什么时候出发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题呢 我们就要倒转 算回去 所以你要注意看 他要追迟 他整个路程是花四十五分钟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六这边 我们开始走回去 我们要走到四十五 所以还记得每条一格是多少分钟吗 每条一格是多少分钟呢 五分钟 所以我们就要算到四十五 所以我们要走回去 从这样子是五 十 十 十五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三十五 四十 四十五 当我走到四十五的时候呢 这时候因为我转回去 对不对 所以我的九点 就会慢慢的 转回去 就会变成几点呢 我的九点 就会变成几点 它倒转 它就会变成八点 它就会变成八十 那么我的分针 我的分针 就会准准指着九 所以它最迟最迟呢 就是要在早上还是晚上呢 请问这个 是上午还是下午 早上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称为上午 所以我们直接在答这边 写上去 上午 八十 四十四十五分 要从它的家出发 等一下老师写多一次 我用红色 你们看得比较清楚 如果这时候你问老师 老师我可不可以写八十三刻 可以吗 因为四十五分就是等于三刻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写上午八十四十五分 或者是上午八十三刻都接受 我们可以写成上午八十四十五分 我们可以写成上午八十四十五分 三刻因为刚刚之前老师才和你重问 当我们的分阵指着九 也就是等于三刻 所以写这两个答案的其中一个都接受哦 写其中一个 你看你要写八十四十五分 还是你要写八十三刻 写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题 一道水泥墙需要四十八小时风干 才能够解风 所以工人需等多少天来解风盖水泥墙呢 所以四十八 四十八小时的你几天 二十四乘二 不是二十四乘二十四 因为呢你要记得来大家一起写下去 一天我们是等于有二十四小时 这个是要记得的 两天就是两个二十四 所以当我们拿二十四 两个二十四 只是你们也跟着写 当我们拿两个二十四 就是等于二十四乘以二 四二八 二二四 当我拿二十四乘以二 我会得到四十八小时 所以四十八小时也就是等于两天的意思 四十八小时也就是等于两天 所以他们要等四十八小时 所以把四十八小时 我们换成天 就是等于二 两天 就是等于两天 要跟着老师写出来 一等于二十四 ok 那么我们来看第三题 拉萨从家里到广场需要半小时 所以我们来看 你们跟着老师这样一起画出来 我们先拿一把尺 我们不需要画太长 我们大概大概这样子画出来就好 来 大家跟着老师这样子画 然后呢 在他的前面呢 写上 就是从家 他从家里 他到广场 从家走到广场 他所需要的时间是多久呢 你们看你们的题目 拉萨从家到广场 他所需的时间是多久 半小时 有没有看到这个半小时 所以我们在这个线上 线的上面写上30分钟 他从家里走去广场 他需要使用的时间是30分钟 然后题目有说到 他每天都到广场跑步 所以拉萨在来回的路程上 需花多少时间 这一题你要注意哦 他要找的是来回的路程 你们圈起来 来回的路程 你从家走去广场 同样的路线你花30分钟 你跑步完了 你一定会从广场走回家 对不对 是不是呢 你一定会从广场 又在走路回家的 对吗 就好像你去游乐园玩 玩完了之后 你一定是走同样的路线回家 所以你所使用的这个时间 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在下面 线的下面写多一次30分钟 就是指他从家走去广场 他用30分钟 他再从广场走回家 他也使用30分钟 这个就是称来回的路程 来回的路程 所以这来30分钟 回也30分钟 总共是花了多少时间呢 所以我们 我们要拿这个两个30相加 所以你们在旁边写上指示 30分钟 加回的30分钟 我们的单位 分钟照写 0加0 我们依然是0 3加3 得到6 对了 我们会得到60分钟 可是你注意看你的答 你注意看你的答 他让你将60分钟 换成小时 所以刚才指了 跟医药已经回答是正确了 60分钟 也就是等于多少个小时呢 一个小时 对了 对了 是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在答这边呢 直接写 1 小 10 你不可以直接写60分钟哦 你算的60分钟是正确的 只不过我们需要把60分钟转换成小时 招行 你有没有在跟着老师写呢 这个不是做手工的时间 放下你的剪刀和你的纸张 专心的听课 第三题你写了吗 第三题你有没有照着老师的 这个格式写呢 招行 有没有 确定哦 我这个从家到广场 30分钟 30分钟 有没有写 旁边的指示也是要写哦 然后注意你的答哦 我们是要从60分钟 换去一个小时 专心的听课 好 再来我们来看第四题 左图显示每听的补习班开始的时刻 所以看你们的模拟钟 是几点呢 它在几点开始 你的十针 准准指着三 你的分针指着十二 所以是几点 嗯 你的十针 你的分针指着十二 就是代表准准三点的意思 准准三点 所以我们写在模拟钟的下面 先写出来它开始的时间 是三 三十 时间的十 三十 左图显示每听的补习班开始的时间 所以三点 我们一定要提早到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的网课这样子 老师的网课是准准的九点 所以你们必须要在九点之前 enjoy 我们去补习班补习也是一样 我们必须要找到 所以每听呢 在多少分钟前 来大家圈起来 多少分钟 十分钟前 圈起来这个十分钟前 就抵达补习中心 所以它是在什么时刻抵达补习中心的呢 就跟我们的第一题是一样的 我们要找回去出发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走回去 所以看一看这个模拟钟 从十二这边 因为它的分针指着十二 我们要走回去我们的十分钟 往前 走回去十一 五 再走多一个十 就可以了 所以当我走回十分钟前 我的分针就会指着十 我的分针就会指着十 你就要 你现在呢 你就要想象 这一个一开始的这个十针 是不见了 当我的分针 走去十的时候 本来是三十的对不对 所以三的前面 开始我的十针 就会变成二 才对 因为我们往前算回去 我们的时间 从三走回去一步 就会变二 所以它请问 它是在上午还是下午呢 这个时间 二十五十分是在上午还是下午呢 对了 所以你们要写下午 在答的位置直接写上去 下午 二十 五十分 为什么是五十分呢 因为从十二 退回去十分钟 我们的分针会指着十 十乘五 就会得到五十 所以是下午 二十五十分 抵达补习中心 你要没有听看呢 为什么要重复老十分呢 答案是下午二十五十分 答案是下午二十五十分 好 完成了这尸体之后呢 大家来看旁边呢 来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他要你运用两种策略解答以下问题 我们来看 可信的手表显示 他的手表现在呢 他给他知道是八十二十五分 就是八点二十五分 但是真正 他说他手表的时间呢 是比真的时间快十分钟 你们要注意的是这一句 圈起来 快十分钟 有些人呢 喜欢把他的手表的时间挑快 因为他们怕他们自己迟到 所以他们宁愿早一点出门 避免迟到 所以可能你现在看你的那个电话 真正是八点三十分 可是他的手表就是八点五十分了 有些人会这样子的 ok 因为手表我们戴了之后 我们每天在看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出门什么时候吧 我们都会看我们的手表 现在是什么时候 所以有些人呢 会特地挑快的 避免自己迟到 所以现在呢 他要你找出在实际的时刻 真正的时间 真正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八点五十分呢 扣回去这个十分钟 走回去这个十分钟 所以方法一 其实他要你画出一个十钟 可是这边我们不需要画 我们不需要画 你们拿出一只Color Pencil 请准备一只Color Pencil 什么颜色都可以 我们从方法一这边开始 我们要退回这个十分钟 还记得怎么退吗 跟刚才我们做的那个补习时间 找出发的时间是相同的 我们要走回去这个十分钟 来大家跟着看荧幕 方法一 从五这边 他的这个粗粗的线 我们退回十分钟 走回去从五 变成四 这样子就是五分钟哦 现在我要退十分钟 再从四走回去三 这样走两大格就是等于五分钟了 等于十分钟了 所以旁边的箭头不需要画 OK我们不用浪费那个时间画 不需要 我们直接用Color Pencil这样子 然后呢 你再使用你的Color Pencil 拿出一把尺 我们画出 真正的分针 应该要指着三 用Color Pencil画哦 不要用铅笔 因为原本的分针已经是黑色了 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 大家看得清楚吗 尽量使用比较鲜艳的颜色 比如红色啊 深青色啊 泵泵色这些 我们的十针依然是保持在八点 我们只是将分针从五走回去十分钟 把它移到指着三 然后呢 你就拿这个你的红色的Color Pencil 打擦这个五 就不对了 原本的这个模拟钟就是不对的 所以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真正的时间呢 是八十十五分 第一个方法我们是使用模拟钟 那么你看另外一个方法二 就是我们把时间都写出来 然后我们用这种素走的方式走回去 其实呢这样的素走的方式呢 它会比较清楚 而且也比较简单 所以你看它从八点二十五分 它走回去五分钟 就变成八点二十分 对不对 八十二十分 那么现在它要退回去的是十分钟 所以来大家一样跟着拿Color Pencil 我们要再退多一步 我们的箭头要指着十五 我退一格是五分钟 我退两格就是十分钟 就是根据题目的要求 我们退了十分钟 我们真正的时间是八十十五分 ok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尝试解答下面的问题 你看上去上面 模拟中跟素走的方式 哪一个会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呢 方法一还是方法二 因为呢等下下面的下面的那一题呢 我们就要采用其中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尝试用方法二 ok 所以你们需要准备一把尺 在中间呢 画出一条线 可以画比较长 画了之后 来我们来看 米娜和小事约好四点四十三十分见面 圈起来四十三十分 所以在后面呢 我们就要写出 画上其中一条 好我们要写四十三十分 她说米娜找到二十分钟 小事比她迟五分钟 所以小事在什么时刻抵达呢 还没有找到小事 我们必须要找到米娜 她找二十分钟是几点 是什么时刻 所以我们就跟着往前跳咯 四十三十分 往前跳一格 就会变成四十二十五分 四十二十五分 再往前跳 就会变成四十二十分 四十二十分 再往前跳 我们就会变成四十十五 四十十五分 再往前跳 再往前跳 扣一个五分钟 四十十分 四十十分 再往前跳 十分钟 再扣一个五分钟 就会得到零五分 零五分 再往前跳 好 我们就会得到准准的四十 OK 我们暂时这样子画 就会变成四十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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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跳 那么我们的箭头要从哪里跳起呢 你就看一开始他们约好的时间是几点半 几点 四十三十分 对不对 我们的箭头就要从这一个四十三十分这边开始跳 所以我们要先找米娜的 米娜的是要往前二十分钟 所以我们一起算每跳一格是五分钟 五 十 十五 二十 stop 所以也就是说米娜是在四十十分 我们在旁边做一个记号 这个是米娜写一个米就可以了 米娜的时间是四十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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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比他迟五分钟 圈起来这个五分钟 这个他是谁 这个他就是代表他要约见面的这个人哦 就是米娜 他比米娜迟五分钟 所以比他迟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米娜迟达的时间是四十十五分 他比他迟对不对 我们就要往后跳一个大格 我的箭头就要从四十十十分钟开始 我要往后跳一个大格 因为他只是迟到五分钟 所以也就是说小时是在什么时候到呢? 就是在下午四十十五分 他抵达见面的地点 那么下午四十十五分 我们也可以写成下午四十 十五分是代表多少? 一克半还是三克? 十五分 十五分我们是等于一克 所以写其中一个答案都接受 我们的答我们要写出 是下午四十十五分 那么十五分我们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写法?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答案变成 下午四十一克 也是可以接受这个答案哦 也是可以接受这个答案哦 我们的留意 下午四十一克 他嘢尽准备抹着 很 glad 它嘢尽账 会莎尽账 爽得更好 好,大家都写完了吗? 都写好了吗? OK,那么写好了,来我们来看旁边的 旁边练习一,中面和认识时刻 OK,那么现在呢,老师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来完成A和B部分 我们来看看旁边练习一,中面和认识时刻 我准备含习的时间 一片, 手紙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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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 我不太好 咪响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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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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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